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睇新闻感批 我是Jumpo问 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 应马来西亚民运人士的邀请去到当地交流 但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理由被他入境 黄之锋说不明白雨傘运动 与马来西亚的国家安全有什么关系 明显是涉及政治因素 马来西亚政府这次严震以待 有人笑他小题大做 不过当初都没人猜到黄之锋的影响力可以这么大 绝对不是给钱请义工摆在街站 就能够轻易营造出来 但出席论坛发表演说 会不会足以危害国家安全呢 就算大马是一个崇尚和平的国家 不过理由是否有牵强呢 拒绝他入境始终是一个不合理限制 一般情况下市民是有出入境自由 除非是犯了法受到法律制止 不过很多时候主权国家都有最终的华视权 背后的真正原因 如果是大马自己华视不让他入境 因为怕得罪中国惹是生非的话 都叫情有可原 但那是大陆主动施压就非同小可 以强权压制其他国家的政治决定 甚至扭曲大家所追求的普世价值 以强国目前对世界的影响力 都不知有多少国家王之锋是不能去的 去年同一个组织邀请民运领袖王丹 都可以顺利入境 王之锋这次被他入境 同时被抬身价 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处 要分享经历 最多在YouTube开个频道直播交流心得集思广益 不过是可能去东南亚国家旅行时少点选择 他之前也有赞文 说担心连新加坡都去不了 唉 最惨是黑名单只能够收买在柜桶 哪个国家有黑名单 真的要逐个试才知道 王之锋未来不知要游多多少次飞机可 今天说到这里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